那我觉得姐姐 你跟剧里面三娘其实很像 就是也是会仗义出手 会帮助闺蜜 手撕男友 那你现实里也会这样做 那怎么回事 但是她一年也就发一次 我一直以为她是兜布发 我没有 所以一飞 我不说她玩什么位置 我就当时这样讲 我说你玩游戏真的是太耸了 我说你不要再躲草丛了 你这个辣鸡 小时候喜欢吃糖醋排骨 大了很少做 糖醋排骨应该上榜 糖醋排骨这个菜应该是 第几啊 有的糖醋排骨 为什么会有糖醋排骨 因为我小时候 过年都没有肉吃 所以糖醋排骨是我吃到的 不多的一道肉菜 而且小孩子的时候 口味偏甜嘛 就很喜欢吃排骨 就每次会吃的津津有味 但大了之后 因为我们做演员什么的 就低盐啊 低油啊 也不太吃 红肉 但是我妈妈印象中 总觉得我小时候爱吃 她就是大菜里面 必定也会尽量地去做这道菜 刚才柳妍说这小时候 柳妍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 是应该是很文静的一个少女 对不对 这个话非常的讽刺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 特别的文静 每天知书打理 错 错 我就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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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性格小时候 她就是大胆怜怜的 大胆怜怜 她这个男孩是性格一样的 她是那种 替小朋友出头的那种吗 有 我觉得姐姐 你跟剧里面三娘其实很像 就是也是会仗义出手 会帮助然后闺蜜 手撕男友 那你现实里也会这样做吗 没有 没有手撕过 但是电话里撕过 有一次我一个很好的 化妆师女朋友 就整天的工作 都不在状态 眼睛红红的 那你作为闺蜜 肯定是能看到 她不一样的地方 她就一直被她当时 交往的一个男朋友 就是有点冷暴力 是一种最难受 然后她很爱那个男生 她自己会觉得有点配不上 她觉得男生很优秀 但是她又很想说 如果是要分手 你要给我个确定的答案 那个时候 我说我来打电话 我来骂她 这种男的真的是没有担当 我说好歹 她得给你回复 对啊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她就说你是艺人 你到时候电话什么的 是不方便的 我说没有关系 就打 因为我知道那种煎熬的心情 是很难受的 然后男生就是 一副那种爱理不理 同眼对啊 我是在里面就是 据理力争 然后有条有理地告诉她 作为一个男生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决定 你不能避而不见 你不能不回复 那感情上的开始和结束 都是要有正常的仪式感的 你不能不回 这是非常没有教养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们刚才聊 我能感到柳妍 你是对 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 我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开始 就不能说在一个模糊的地带 我是觉得这一点是 女孩子在情感关系当中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常常说 我不劝大家想爱就去爱 我说你一定要确定这是爱 妈妈听着直升气 那么想爱不能爱 有多少年了都没有 我妈跟我性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比较难进入一段情感关系 而且尤其是男生 一定要有跟你表白的这个仪式感 就比如说我喜欢你 他是必须要说出口的 要确定的 或者是 那不说那怎么好啊 不说就好不了 不说就不联系吗 因为我以前有试过一个月 每天打电话聊很久 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这个男的天天给我打电话 好像我也很喜欢跟他对话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没有说 然后我就主动会问 我说你确定希望我做你女朋友吗 他要说我确定 那我们才可能说 再试试看做男女朋友 阿姨谁啊 阿姨说我也不知道 他知道我妈知道 因为也被拍到过 大概柳妍什么阶段 你开始催婚 就着急 35岁吧 28岁我都开始有点着急了 25岁左右 25岁以前 20岁以后 就要考虑这个事了 就把问题解决是最好的 最佳的时期 但是现在 我为什么催是催 但是我不着急的人 反正没办法了 已经超过了那个年了 船上都不着急 岸上都着急 没得应 是 您知道柳妍有一个职员吗 因为他的剧特别火 你叫煽风点火组合 煽风点火 三娘嘛 这谐音 煽风点火 阿姨她合作一男演员 你不会就马上问她一下吗 你合作这挺好 每个都问 对啊 你要不要发展一下 发张伟你问过没有 我经常跟柳妍以前一会站一块 我妈好像问过 我妈好像真问过 柳妍刚出道的时候 我还见证了呢 我是评委加推荐 他是我前辈呀 哇 你这么多人前辈呢 我太前辈了 因为那阵所有的艺人发歌 都要去他那儿那个宣传 运音乐风云榜的节目 哦 这是我小时候看的 然后还老主持那个会友会 大老师要发掘主持人的大前辈 哎呦 我呀我认识 这抬着我点啊 这床也不舒服 哎呀真的 果然是大前辈 大前辈给我冲一年会员吧 好 你听说我笑过这两个字吧 大张伟每年过年的时候 会给我群发一个祝福 他群发完之后我会回复 我会很真诚地发一段 然后他再也不回复 再回复是隔年了 哎呦我很有体规 别老了聊我了 其实我们的节目 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啊 但是我连那个群发我都没有 没有这些事 你们怎么回事啊 但是他一年也就发一次 我一直以为他是都不发的 然后我没有听说过什么 我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呀我都没见了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哎 我带这个玉帽去洗澡了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阿姨你会觉得我们有点太吵了吗 太幼稚了 没有呀 这气氛好吗 气氛好 是男的 是气氛 你看这多气氛一个个的 好气氛 是气氛 来来来来 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 第二道 第二道 我想想我妈还做什么 腊肉是肯定有的 因为我们家腊肉是我妈妈自己熏的 哦 然后熏的口味会跟外面的不一样 没有腊肉 有腊肉吗 有腊肉 有腊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完了 还有应该是我 我很喜欢喝的一个汤 是放那种叫我们坛子里一种青菜干 叫万菜 万菜 有没有呢 有吗 当然有了 万菜酸豆角汤又恭喜了 万菜是湖南淮化那边的一种 腌菜的做法 因为我爱喝汤 我有的时候来不及煲汤 我就是简单的 万菜冲一个蛋花 放点葱花 或者放点那个紫苏 就很开胃 那你拍戏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多是吧 拍戏的时候没有这个时间做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是这个剧粉 我今天有好的问题 你问 就是在剧组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我看到剧组里面有好多那种 很搞笑的那种场面 好玩的 对 好玩的 尹章有一次第一时间就是下跪道歉 给两个姐姐 然后他就下跪的时候 我们就去扶他 一扶刘一飞是真的绊了一跤 他真的被那个栏杆给就是刮了一下 他就跪下去了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扭作一团 然后嘻嘻哈哈 可是你说演员有时候干笑也很难 就是他有姐妹之间就是那种 你懂的 也能应演 但是是假 然后我就只能说怎么逗他们笑呢 我就开始就讲我们三个玩游戏的事情 因为一飞我不说他玩什么位置 我就当时这样讲 我说哇你玩游戏真的是太耸了 我说你不要再躲草丛了 你这个垃圾 你这个垃圾 讲垃圾的时候 连摄影老师手都抖了 就在笑 每个人都是双下巴笑的 你觉不觉得你们仨这个角色 有点像那个女版的中国合伙人 就是一路励志 然后升级打怪 但他算是爽闻吗 爽闻爽闻爽聚 我们其实为什么好多人会有共鸣 就是他虽然是发生在宋代的故事 但是他所有的情感经历 或者说职场经历 是让现代人有很多共鸣的 盼儿他是月籍出身 古代是讲究出身不好 是很难脱及 然后被人以公平的眼光去面对的 但是盼儿是茶道非常好 然后我是厨娘 我的厨艺很好 尹章是江南第一琵琶手 得到过官家的认可 所以三个女子 她们是很有底气地去闯东京的 哦 跟我来精飘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我是没有底气的 我主持人大赛也是名落孙山 然后也不是科班出身 我反而是战战兢兢地来北漂的 跟她们还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这样调整就好了 比如说像你们刚刚那个剧里头 独立女性这事儿 然后已经好多好多年 就是近两年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独立女性分很多种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来的 有的人她就是天生性格很强 然后什么事都要自己掌握 但有的人天生就是软妹子 但她是软妹子不代表她不独立 不代表她没有能力 然后不代表她就在某些能力方面很差 我一说有一种偏见 就是这些就是这种偏见 人为独立女性就皮异大 她就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说话特别冲 其实并不是 是内心的那种强大 女孩子她自己的选择 精神独立 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旁人不要给太多的压力 你比如说工作中你遇到困难 拍戏的时候很艰苦 你有跟阿姨分享吗 你会跟她说吗 我不说吧 我妈都觉得我很优秀 她觉得我能自己搞定 从来不跟我说 你是那种会上网上去看的吗 我去看 我去关注 我经常看她的微博 她学会搜我名字的相关心态 不要学会 别 别 原来她才进电视台的时候 我只点到为止 我讲我不要你再跟妈妈 挣多少钱平平安安的 不会 为了别人指你的脊梁股 但是都会被指一下的 是不定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主要在 就挣这几两股钱的 钱都在几两股那儿了 你看看 我意思 反正从另一个地方 论文节目 刚好回到北京 刚回家 登机前 她就告诉我妈妈 给我做几罐的饭 搞好以后来把汤 反正汤鸡汤 我必须都给她包的 刚好把菜全部搞好了 她也告诉我已经 路上来了怎么样 就看着方向 他们一下车以后 就拖了 她拖了行李 然后她 我看来了 我就马上就进去 就把桌子搞完 然后她就 一电话响了 她接电话 结果她妈妈 她说我们不回来吃饭了 她说我又接到新的任务 又要返回机场去 我就 看着她 真的我就断杨子 看一看 她就拖了行李 想好疲惫的了 真的是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一直在流泪 所以不管怎么样 开头是真的很难 是 半次开头 一个人的成长 我觉得那两点 我就帮不上忙 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毫无能量的 自己好像对不起女儿 一样的